皇上 敖总堂私占民田 便将弹劾奏长隐瞒不报 臣请求彻查严办 皇上 魏成谋造谣货众无限忠良 臣请求将他绳之以法 皇上 臣请求彻查其间 暂停敖拜的辅政大臣之之 皇上 臣与魏成谋势不两立 此人在 臣告退 江湖没有争斗 算不得江湖 朝堂没有争斗 更是算不得朝堂 康熙皇帝尚未亲政 政务皆由四位辅政大臣代为处理 朝堂暂且不论 仅四位辅政大臣之间就依然生出嫌疑 早早开始了明争暗斗 索尼年事已高 冷眼看待朝局 一直等待着皇上或者孝庄太后 利用自己牵扯其余势力 敖拜最为活跃 始终冲在争夺权力的最前面 大有急走索尼曲而代之的倾向 厄比隆依附于敖拜 大大壮大了敖拜与朝堂的话语权 而苏克萨哈因为靠告密起家 形象不佳 虽然贵为辅政大臣 但权力有限 存在感不强 可敖拜的消称也必然会遭到 刚直征臣的反对 今日的朝会就有人在等着弹劾敖拜 按照辅政的一般流程 康熙皇帝作朝听政 辅政大臣依次汇报工作 你不得不承认索尼的智慧 就这份批复而言 既抢掉了边境吴大患 驳回了吴三贵 请求增波军饷的奏情 但又有准与增波十万两的答复 算是全了吴三贵的面子 维护了朝廷的制度 又顾全了吴三贵的面子 中庸知道让索尼玩到飞起 再看敖拜的汇报 郑鸿基统领吴尔盖 为扩建军营奏请增添土地 两千请 臣拟止 剑营养兵 何须如此多的土地 拙兵不彻叉再报 亲此 干脆直接粗暴简单 符合带兵之人的脾气秉性 但你又不能否认 作为辅政大臣 敖拜站在了朝廷的角度上考虑问题 宫中体国的形象 一下就树立起来了 再看赫比龙和苏克萨哈的汇报 就明显有了人微言轻的味道 河南巡抚尚有为 奏请丁忧 臣离止 知道了 亲此 臣今日无事可奏 核心圈子的人物们汇报完 索尼换了语气和声调 问及诸位大臣 给予大臣可有事要奏啊 只是这一句再平常不顾的群愤 就因为魏成魔紧接着站了出来 而让敖拜产生了误会 他认为这是索尼给予魏成魔的信号 早就计划好的这场弹劾 好了 魏成魔和敖拜的弹劾对战正式开始 听听 听听敖拜的回答 暂且不论敖拜有没有说谎 按照正常的语言习惯 就只会针对奏章做出说明 往往会忽略 圈战土地这件事 可敖拜非但拒绝承认见过类似奏章 还专门抢掉了自己从未圈战过土地 思虑周全滴水不漏 由此可见 敖拜能够成为康熙朝初期权臣 并不是没有道理 可魏成魔不考虑这些 他就咬死敖拜圈战土地的罪行 给出了奏紧 抛开角色的好坏不言 魏成魔的这句请求属实有点过分了 无凭无据 你为何要求彻查严办 也不怪敖拜会给出这样的反驳 皇上魏成魔造谣货众无限忠良 臣请求将他绳之以法 你没证据啊 没证据的弹劾说好听了叫封闻言士 可封闻言士需要皇帝首肯 龙椅上那位爷还没有轻正呢 那么魏成魔的表现就只能被称为妖言货众 招摇声势 再加上魏成魔弹劾的是辅政大臣国之元勋 一个诬陷忠良的罪名就能将其牢牢钉死 魏成魔固然刚正 但属实有些着急了 可此时的魏成魔好似海瑞附体 进攻的步伐再也停不下来了 皇上 臣请求彻查其间 暂停敖拜的辅政大臣之职 就这一句 敖拜更加坐实了魏成魔的背后有人指使 而且就是想要独掌朝政大权的索尼所为 根据一般规律 谁是最大获利者 谁就最有嫌疑 要求敖拜暂停辅政大臣的职务 不就是索尼最想看到的结果吗 于是敖拜放弃了反驳 给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皇上 臣与魏成魔势不两立 此人在 臣告退 堂堂辅政大臣 便赢了不光彩 便输了太丢人 那就不如直接退场 亮明自己的态度即可 更重要的是 敖拜一退 就把压力转交给了皇上 皇上又没轻正 自然会问及索尼的意见 可索尼能怎么办 向着魏成魔 目的太明显 向着敖拜 索尼一禀大功的形象 就会立马坍塌 好在厄碧龙没等皇上接话 就赶紧站了出来 皇上 敖功是三朝重臣 开过元勋 门声不就满天下 敖功一旦霸职 臣担心 人心动乱呢 魏成魔到底是第十身份 级别官职 虽然压不过敖拜 厄碧龙等人 但若论语言对决 绝对不会落于下风 厄碧龙虽然拒具媒提 魏成魔 但却拒绝暗示皇上 要重诚魏成魔 才能安抚敖拜和敖拜的 门声救部门 那既然你都在争取支持力量 魏成魔当然不会示弱 门声救部 我直接上升到满汉之声 直接将自己和满朝的汉臣 捆绑在一起和你们对抗 你还能怎么办 厄碧龙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唐突 到底将压力转交给了皇上 请皇上攻断 皇上还能说什么 只能再次转移压力 朕尚未亲政 不能下旨 宋尼 你看此事如何处理 皇上 魏成魔状告辅政大臣 事属重大呀 臣以为应该对两个人都进行调查 宋尼 你看这件事可否有你 皇上 老臣 年迈多病 力不从心啊 不偏不移 各打五十大板 不但维护了自己的正面形象 还避免得罪任何人 可等到皇上 想倚上索尼 解决这件难事的时候 索尼的年迈多病再次出现 皇上如果再坚持 他真就当场咳出血来 四位辅政大臣 为何仅有索尼落得善终 识时务 懂平衡 更擅长避开纠纷 明哲保身 更重要的是 这位爷同样是一位转移压力 甚至挑拨关系的高手 事情发展到现在 也就只有苏克萨哈是干净神 索尼当然不会让他坐山观虎斗 必须将他也拉进来 大家一起乱 皇上 皇上 您可曾记得先帝言说过 苏克萨哈持法不二 是朝廷正气表率 老臣推荐 苏克萨哈主持查办 苏中堂 你 你看你 你指吧 退找 是 你怎么这么好看呢 是吧 苏中堂 你这不是把我推进火坑里去了吗 苏克萨哈可算说了一句实话 不把你推进火坑 你不就成了冷眼旁观 作出渔翁之力的人了吗 不把你推进火坑 你又怎么会愿意得罪奥伴 又怎么能让索尼成为旁观者 并最终成为裁判者 朝堂之外 鄂碧龙追上敖拜 朝堂之上的功劳 需要敖拜给予认可 更重要的是 鄂碧龙还有些事情需要敖拜解决 敖拜的装算 我们不必理会 这是官家惯有的嘴脸 口中全是公平正义 背地都是荒唐可笑 重点来看鄂碧龙的回答 皇上年幼 这等诬陷之言 就不必惊动皇上了 好一句皇上年幼啊 这就隐晦表明了自己向敖拜靠拢的打算 好一句诬陷之言 这就直接表明了自己对敖拜的袒护和支持 只是天下哪有白痴的窝窝头啊 鄂碧龙能替敖拜押住外臣奏章肯定有所求 鄂公告义 必有后报 可是 鄂公所占据的土地里有在下三百请四天啊 多少 三百请啊 不出三日 我鄂拜退还你六百请两天 哎哟哟 多谢了 交易就这样悄然完成 权力的魅力再次得到了充分证明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就必须分我一杯羹 否则谁都别想好 只是你好我好的时候 谁都没想到大家好不好 谁也不在乎大家好不好 朱军 就此来看 这哪是什么康熙王朝 简直就是历史长河的不断轮回 不断重演的现实世界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